啊 哦哦哦 跟 Dyson 的聲音有什麼差別 登登 嘿! 90 度彎管 吸塵機特輯又來了 這從我上次開啟了2000塊的 Dyson 吸塵機之後 我就收到了這樣子的信息 這幾難複視一下的哦 Anyway I got you 今天要開箱的這個吸塵機就是功能跟 Dyson 很相似 但是價錢直接砍一半的 Dibia G22 無論是外型還是功能它都可以媲美 Dyson 了 而且Dibia 這個品牌呢 它是在2018年進馬來西亞的 到現在其實是挺出名了的 重點是你們最關心的價錢 它的原價是2599很貴是不是 Sorry 我不會介紹這樣貴的東西給你們的 你會咯 手機都這樣貴咯 我會 哈哈哈 認真點 配合雙十二再配合今天 你們看到我這個影片最後的那個Promo Code 它只要879塊就買到了 哈囉 完全是超過50%了耶 所以你們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所以我們現在就馬上開箱 首先先把它鬥起來 OK 這個是主機 就是頭 這個是身體 聽到打一聲就是對準位置進去了的 然後這個是腳 然後其餘這些配件呢 全部就是不同功能的seat頭啦 比如說這個扁平的這種就是seat那種窄小縫seat的 然後這個就是seat那種沙發啊 塵蠻用的 然後這個是seat carpet的 然後這兩個一個是軟管 等下你怎麼會這樣用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彎管 等下我也是會講解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指甲 這個是什麼來的 塞三角 OKOK 看起來很簡單 看起來很簡單 我已經有一個想法了 喔 這個也是一樣咯 給它進去 然後直到聽到搭一聲 登登 指甲本尊 阿媽我搭走了 喔這邊這邊 欸 我搭走了 DBRG22的整體外型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 就是影 黑白色的搭配 開關的方式喔 好像開槍這樣 按一次開 按一次關 它不像一些比較便宜的吸塵機啊 是必須一直按著才可以的 而且握起來喔 不會割手 也沒有太過頭重身輕的感覺 這個部分呢 是集成盒 700ml的容量 後面是電池 是可以拆卸的電池啊 電池上面的這一顆 一開始我有點看不明白 加減是什麼東西 後來我發現 原來它是Ctrl-C大小的Button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地板滾輪刷開電了之後 它是有燈的 登登 這個功能就跟Dyson的V12 Detect Slim 是一樣的 堪稱地板偵測器 走過路過的灰塵 經過的酒油檔 全部都陰陰啦 其實你看這種灰塵 被吸進去喔 是的確有那麼一點點的爽的喔 然後上面這個部分就是LED Screen 這個年代啊如果細塵級沒有LED Screen啊 算是挺傲了的 雖然不是Touch Screen啊 但是一樣可以清楚看到剩下多少電量 三種不同顏色的吸力 強、中、弱 如果細的灰塵喔 阻塞了這個過濾口 這邊也是會有提示燈會亮的 OK 那就來到了細塵級大家最關心的三個地方 第一就是它電池耐不耐 第二就是它細塵的表現怎樣 第三就是它會不會很重 首先先講電池 我個人試過在充滿電的情況下 連續使用30分鐘 最後它是剩下40%電左右的 這樣像我的家是1000方尺嘛 是不是 其實30分鐘已經 基本上每一個巧落都打掃完了啦 所以在細塵15到20分鐘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啦 不過喔 有一點讓我蠻surprise的 就是喔 我連續使用30分鐘之後 我手其實沒有想像中酸耶 證明它的重量控制其實倒蠻好的 如果你真的是很迷迷摸摸 或者是你家真的很大 大大要細很久的話 我剛才有講過嘛 它的電池是可以try的 所以你是可以去買多一個 Extra的電池 然後第一粒用完你就換第二粒 第一粒你就敢charge電咯 打掃這件事喔 是沒有兩個battery搞不定的 如果有 那就三個 第二個就是細塵的能力 我跟你講它的系列算是很高的 29000% 在DBR系列裡面它是最高的一個吸塵機 那既然是吸塵機的話 我們是一定要做實測的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用三種垃圾來做示範 這三種是每個人家裡面一定會有的垃圾 你啊 垃圾 第一個灰塵 哎喲 哎呀 你只要我收集這個灰塵 收集到幾辛苦喔 OK 我們現在用最小風力來testing啊 Go 第二 進階版 頭髮 交回層 然後我們一樣用最小吸力 藍色啊 去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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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完了一下子 我整坨這樣 噢 吸進去的了 第三個 餅水 我要模擬小朋友吃餅乾 吃到整地都是的樣子 哇 這個小朋友應該會給我打死 OK 同樣開最小吸力 去吧 去吧 現在挑戰用中鋒 丟哪一個死屁孩 中鋒 哇 哦 哦 哦 找沙餅來的這些 用完之後我再一次被surprise了 不是吸力 而是聲音 29000%越大的吸力啦 其實聲音相對來講就會越大的 但是哦 其實它的聲音不會大到刺耳的那種 去吧 官方表示它最大聲量是少過70dB的 這樣70dB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小朋友或者是家裡面的寵物都不會受到傷害的一個等級來的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它跟Dyson的聲音有什麼差別 G22跟Dyson他們聲量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哦 G22的頻率更低一點 所以當你聽起來哦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這樣子 而且長時間聽啦 也不會這樣格力哦 OK那我們剛才吸這個normal垃圾灰塵是用最小吸力嘛 什麼時候要用大吸力咧 就是吸一些體積比較大的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花生啊 綠豆啊 椰渣 麵粉等等 甚至是沾到水的東西 DBRG22出了可以吸塵 它還是可以磨地的 透過磁吸的方式接上這個水箱哦 就能夠吸加mob一起進行 前面先吸塵 後面跟著mob 同時間一起做工的哈 它水箱呢是260ml 而且採用了自動生水系統 mob的出水量是很ok 很balance呀的 木板地啊磁磚啊瓦磚都可以拖 cut back就最好不要啦 OK第三點就是它用起來到底方不方便 我剛才有講了嘛 它一step來的時候其實是很多配件的 短頭可以吸平面的地方 比如做紙椅子架子上面的灰塵 長管加短頭 用來加長你的短頭吸吸風 比如說沙發後面 長管加滾輪頭 用來吸大面積地板的灰塵 或者垃圾等等 毛刷 用來清理沙發 床背等棉布類上的塵脈 軟管加短頭 用來自由滲縮 拿來清理車的小縫隙 那這些配件都是普通吸塵機 應該有的配件啊 等 有人等 接下來這個才是真正的亮點 登登登 嘿 90度彎管 每次買吸塵機的時候都會有人問一樣的問題 就是它到底可不可以拿來吸床底 或者是沙發底 它可以 這個彎管最大的功能就是用來吸沙發底啊 床底用的 一般上的吸塵機如果不能夠彎 肯定就要整個人趴在地上了的 但是有了這個90度的彎管 嘿嘿嘿嘿嘿 其實DBRG22裡面呢 它採用了多層式的HEPA過濾系統 之前也跟大家講過HEPA濾網的好處喔 漏斗型過濾器可以有效的將灰塵 還有乾脹物體跟空氣快速分離 避免二次污染 Well 你也不想下氣去都吸不乾淨的嘛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要注意的點就是喔 這個過濾器 因為它是HEPA濾網的關係 是不建議拿去洗的 如果它乾脹了 你可以拿wet tissue 或者是小刷子去清洗它啦 如果你真的要換 你可以直接去DBR的官網去買一個新的 好啦 DBRG22已經開箱完畢 總結來講喔 我覺得它是一台蠻不錯的吸塵機啦 主要就是它拿起來不會很重 然後它的造工也很好 材質是很扎實的 然後它的配件上面其實也很齊全 用起來就比較順手 設計方面黑白色就是很美了的咯 然後噪音也不會很大聲 還有就是Siri很強29000% 就是推薦給你們 就是到底要怎樣用879塊買到它咧 OK你們聽好啊 就是我會在caption那邊放一個購買連結 你們點進去之後寫下 Kate DBRG22 那個客服就會送你一個扣120塊的voucher 這個voucher你收起來checkout的時候用 那個價錢就直接變成879塊了 然後噢如果你加多89塊9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支架回去 這個支架咧就是可以給你放吸塵機 還有它的配件門的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一起架構 這個voucher啊 只限12月12號當天用罷了 所以你們可以先拿 然後等到12號當天才給錢 記得記得一定一定要拿到voucher 你們不要傻傻給原價OK 而且當天在lazada買的話 還會送free gift 就是送一個空氣架構 還有軟管配件很大耶 如果你想買的話 你不在這天買的話 你等即時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分享、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